真是凡人的家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人 您终于回来了 大赛结束了 我们准备一下回去 朱大彪呢 他去哪里了 朱大彪的母亲给他传讯 说家族那边出了点麻烦 需要他回去帮个忙 就留我一人在这里等候主人您回来 家族出现麻烦了 对了 这几天你又感觉到血脉压制没有 大骨令我厌恶的气息 这几天一直都在 我无法靠近 可是 就在刚刚 那气息消失了 这就消失了 难不成那家伙也是来参加天双五绝的 可是不对啊 天双五绝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 难道是刚才我出手斩杀的那个人 算了 在出现之后 一箭斩掉便是 我们回去吧 父亲 我回来了 家族中可是出现什么事情了 是屈儿回来了 家族之中并未发生什么大事 几天前一批人来到我们边北城索要灵石 被朱大彪拎出去友好的商量了一下之后 他们就老实了 朱大彪 怎么回事 都欺负到家门口了 你居然不捶死他们 大大大大大大 大舅 我不是 屈儿你别怪他了 是我不让他那么做的 咱们边北城正在上升阶段 还是应该仁义为先 超度他们 就是对他们的仁义 有道理啊 哥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拍死他们 但是咱爹他们都反对 才决定垂他们一顿算了 我总是担心给你树立太多的敌人 就这些垃圾 还不足以当我的敌人 边北城现在的灵气太强 未来早晚会被人觊云 这和我们想不想没关系 是啊 以现在的灵气浓度 城内的小猫小狗 战斗力都堪比城外的普通石子老虎 兵来将挡水 来土眼吧 对了 族中子弟修炼得如何了 现在族中欲空境之人已经超过了40个 年轻一辈之中 突破聚气境的超过120人 有七人更是达到了聚气境九重巅峰 随时可能到达化灵境 只要给他们时间 这一批年轻人放出去 每一个都是明动一方的强者 炮墙的灵气波动 看来长老说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相隔如此距离 都有这么高的灵气浓度 简直匪夷所思 一个大乱小国 竟然占有这种地方 简直是暴殿天物 怎么样 需要等长老他们过来吗 没那个必要 我们直接杀过去 先把城战了 这种功劳可不能留给外人 那万一敌人很强怎么办 师弟啊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了 这里是叶峰国 哪有什么强的存在 你我三人 三个归虚境 在叶峰国就是祖宗 你还怕个屁 这座城中管理事务之人 速速给我滚出来 师兄这一声 估计城里的人都被吓破胆了 就这么个垃圾国家 能有个通悬镜就不错了 我这一声喊 估计他已经被吓尿了 你们看着吧 一会就有人出来跪接我们了 看看嘛 这不就来了吗 你他妈喊什么喊 老娘在河边钓鱼 眼看鱼就要上钩了 结果被你一喊全都吓跑了 你他妈有病啊 师兄 不对啊 这女人也是归虚境 而且是归虚境九重巅峰 看起来好像要突破到杜捷境了 这怎么可能 不要慌 他虽然强大 却只有一人而已 我们三个归虚境还是有优势的 母亲 发生什么事了 师兄 他们又来了一个归虚境强者 不要慌 虽然多了一个 但这家伙只是归虚境一重而已 跟我们相比差距太大 还是有优势的 师兄 他们又来了三个人 而且我都看不清他们的修为 这三人的修为远在我们之上 看样子他们都是散修 只要我们爆出我们宗门的名字 他们一定不敢动手 我们还是有优势的 我们三人乃是天阳皇国苍蓝宗之人 你们这么围着我们 想干什么 给我干他 别打了 光主说要我们把他们抓回去 别不小心把他们给打死了 哼 再特么耽误我钓鱼 老娘踢死你 刚才 人带回来了 确定这三个是人 不是妖兽 怎么给打成这样啊 这三人太牵揍了 大家没收住手 你们是从哪来的 刚才大呼小叫的是想做什么 你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打我们苍蓝宗的人 把这个人拉出去埋掉 现在能说了吗 前辈 我们是天阳皇国的苍蓝宗之人 这些年人才刀灵 宗门灵气也在衰减 不久之前 我们宗门的一位长老 同故宫推演之法 推演出叶风国灵气一场 我们三人只是前来调查的一支小分队而已 你们带队之人是什么境界 队长是杜杰静大能 现在就给他传信 让他过来 哼 你若不传信 我就让人把你也埋了 传信 我现在就传信 边北城传来消息了 传我命令下去 召集所有在叶风国的弟子 前往边北城 好一处洞天福地 神庙之所啊 可惜居然被一帮叶风国的垃圾占据了 不过还好 苍天有眼 现在这里归我苍蓝宗了 拜见长老 敢问长老 这座城中的人怎么处理 驱赶走就可以 老夫今日心情好 不想杀生 是 长老 小心 有阵法 终于到了